槟城在国际生活,International Living网站评选为全球15个最佳退休岛屿中排名第三,也是亚洲第一。 这也是该网站连续二年将槟城评为世界上最好的退休岛屿之一。 2021年,International Living全球15个最佳退休岛屿。 前三名分别是马尔他、马略卡、西班牙和槟城、马来西亚。 此外,槟城在今年4月也荣获了旅游网站Travel Awaits, 被评选为世界上最适合退休后居住的15个岛屿之一,位居世界第三。 槟城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杨顺兴周三晚上在脸书分享这个消息时, 指出,槟城有许多美味的街头小吃和许多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 我们原始自然、热带气候、脊梁好的联通性, 也是你前来这颗东方明珠旅游的原因。 他感到高兴槟城被国际生活杂志评为2021年全球前15个退休岛屿中的第三名, 也是亚洲排名第一,并与其他14个岛屿共享此荣誉。 另一项来自槟城的好消息,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Intel今天宣布, 将在未来10年投资超过300亿令吉,以扩展槟城和几打居零的业务。 英特尔总执行长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指出, 在马来西亚的这项,额外投资还包括扩大现有的生产、组装和测试设施, 以及开发模具准备程序或预组装工艺, 以及增加更先进的封装能力。 他表示,该公司还计划在马来西亚设立新工厂, 以增加产量,将提高公司在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价值链中的地位。 帕特基辛格,在今天宣布新投资的新闻发布会上, 指出了这一点。 一同出席,阿兹敏在致辞时, 也将英特尔的投资, 自描述为该公司与马来西亚长达50年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结果。 同时,公司世界一流设施的建立, 使我国走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前列。 这也表明,英特尔对马来西亚作为其首选投资中心的强烈信心。 同时,这表明我们经济复苏的轨迹有所改善, 增长前景令人鼓舞。 帕特基辛格说,英特尔也将致力于继续在大马进行投资和创新。 新投资预计将为英特尔创造4000多个新工作岗位, 并为当地人创造5000多个建筑工作岗位。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与这里的初创公司建立生态系统、社区和合作伙伴关系, 以开发整个马来西亚市场的技术能力。 国家诚信党波格先纳国会议员拿督马夫兹质疑, 政府部长发表关于5G计划的相互矛盾言论, 引发国会早前通过的2022年财政预算案是否有欺诈人民之嫌。 他周46日在下议院进入辩论法案环节前, 援引议会常规第36、12条, 指通讯与多媒体副部长拿督扎西迪,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透露国家数码公司在发展5G的课题上, 与财政部长在国会的言论自相矛盾, 让他觉得这是在混淆议会厅。 副部长昨天说, 国家数字公司不透明, 一切都是前通讯部长赛夫丁和财政部长扎夫鲁之间的机密会议。 昨天, 副财长表示, 该项目将耗资125亿令吉, 但通讯部副部长又说200亿令吉, 这引起了混乱。 他说, 既然2022财政法案提到了5G计划, 那么之前通过的财政法案呢? 财政部长必须证明, 所谓的保密会议是正当的。 马夫兹认为, 扎西迪昨天是在看到政府行政出现不当时, 才发表由衷言论的。 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总会校友联总会长陈鹏士, 奉劝马哈迪安详晚年, 停止关心国家大事。 陈鹏士今天就马哈迪称华人, 用筷子吃饭, 无法融入社会言论, 发表声明。 马哈迪是大马, 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但他的短视言论, 着实让国人颜面扫地, 成为了笑柄。 陈鹏士说, 多元文化构成了马来西亚, 国人来自不同的背景。 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各有特点, 各种元素构成了独特的马来西亚。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热爱马来西亚, 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文化和习俗。 我们选择用筷子或徒手吃饭, 完全不需要蹲马哈迪指指点点。 陈鹏士表示, 华社多年来一直对马哈迪印象良好, 在全国大选中也大力支持。 然而, 他似乎没有把华人视为一家人, 也许是因为他的个人议程或政治利益, 依而在企图制造种族间的矛盾与对立。 他指出, 分化种族以获取马来同胞的认同与支持, 是马哈迪惯用的手段。 他的很多言论容易激起其他族群, 对华社误解极不满, 类似伎俩, 早已被政客传承下来, 甚至变本加厉。 不时玩弄种族课题, 国人必须时刻提防被误导。 陈鹏士认为, 多元文化是最适合马来西亚国情的路线, 也是竞争优势, 必须关注族群的融合而非同化。 他说, 大马应该以包容的心接受他族文化, 大家团结一致, 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为一个更美好的多元文化马来西亚而努力。